《玩具TV》第29季第5集 刚刚听完这个客户的说话 我们马上回来正式开箱 今集第一次开箱 劈头的就是 最近如果有追开这个TV版的话 真是帅到跌渣 想不到可以玩到这么帅的七海海 没错,七海海 我喜欢叫七海海 是,七海见乐有 好了,你都已经拆了箱,玩过去了 不是,是新的 没开过的 刚刚看完具TV最过瘾的地方 我们是完全没有任何研究 准备的情况之下开箱 就可以立刻看到 究竟这件事是可以和不可以的 是,比较直率和直接 也是一个优点 马上看这个七海见仁 七海海的 FIGURE究竟什么材料 好了,这个其实出了好多个 FIGURE究竟 对啊,他其实是好的 差不多了 第一弹是四个主角 主角裙 然后这个出了第八个 第七还是第八个 对啊,BOKS ART其实都和早前的 是很统一的 就是有FIGURE的主角 还有有奏述回战的一些大的 art words 不多介绍了 如果你说真的有机会 它不是包到实了 你就查一下QC 有个专业人士说这是第七个 谢谢 专业人士 好 可言是七海见仁第七个 没错 夹翻的 好 真是看回了 主体大致上也算是放了个姿势 都可以 我想退一退给大家看一看 将价钱 其实每一次用1比6来说 特别是周述回战也好 这个链锯人也好 真是要承赞它在这个 成本控制那里 多少钱 一千零多 都是压制在一千元左右 一千零多 当然 会见到七海见仁今次 因为他相对和其他角色比 他的工具也不算少 当然有他这个包斤的奏述报的拳头 另外也有其他不同的造型手 还有这一个拳器的特效 当然 稍后再介绍 或者也拍一拍七海见仁的整个东西 我特意 可以由头到脚 我特意抓一抓它 让大家讲解 头发 很贴身的西装 这件事做得挺好的 而且我发觉他在医疗方面 他下了一些功夫 是没有那么容易抢 而且比较挺身 这个其实挺难的 很多师兄放了一段时间 衣服就会压到抢了 在包装里拿出来就抢了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办 烫 但是烫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脱出来烫 还是用蒸气烫头烫的 我以前有通常脱出来烫的 但是真的挺花心思的 因为始终的衣服很小 这个我特意在拍到脚 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那条裤子很漂亮 他做得挺好的 因为他有遇到 就是把裤子有一个折 通常穿西装的 西装裤 和裤子有一个天然自然的组合 这个是有关注到的 即是physio有用心 所以我轻轻摆一摆 你会看到一个比较人性化的表达 就是真是像人 因为公仔衣服 通常这里放在鞋里面 然后放在一边 或者跳脚裤 我觉得有很多胃口 其实刚刚你也拍摄一只脚 皮鞋也出得不错 挺漂亮的 鞋底有没有印什么 也是印到physio logo 跟着真鞋的胶鞋底 我觉得这些是要交货的 多一句 整件东西其实是一千鞋 你包在西装 包在冰衣 包在胎 包在胎 都真是 不说得笑的 我觉得这套 我自己喜欢玩衣服 我觉得值得玩一些的 看回它的专用咒具鱼 这支是什么鱼 它包在布的层面 和黑点都在这里 我真的不敢形容它是什么武器 它真的叫鱼 当然了 用鱼包着拳头 转头才试 不过其实我现在想试 是试这一样东西的 试什么呢 先擦一只手 因为我想和它脱衣 要用它那一条有型的 其实正脑通常 你都没得懒 一定要 拔了拳头出来 这样才脱 这样就好很多的 因为真的有时候 会扯爆了衣服 这样就没位了 虽然这一件是蓝装 但我都脱得比较顺畅的 其实 你每天都脱 帮自己 没有 我最近没有穿西装衣服 看到其实这件衣服的造型和剪裁 都在这里 前面的铁线有没有铁线吗 没有 你这件我 真的是一件衣服 但它做得比较挺 所以你会觉得它有铁线 所以你会觉得它有铁线 挺好 好了 插一些 造型手 反而我想用这个拳头 是 还有它有一个特色的配件 让我留给德哥介绍 就是这个 叮叮 这个 这个是它的招牌眼镜 这里有小心思 虽然不是有什么超级好的心思 就是 100分的心思 但是这个是合格的心思 稍后给大家示范 它究竟有什么心思 好了 都 它的 带子都 很容易装的 这个是人家背着枪 枪袋 手枪袋 但是它背着的就不是枪了 就是背着它那把武器 好啊 德哥穿着衣服 又拍一下这些了 因为 这个就是一个 标 这个标 它是全只用叮叮件做的 跟我们平时看 DID有分别 但是呢 我觉得反而都 其实 适合我们玩多一点 就是我们粗心大意 手脚脚脚的男人 就没那么容易弄 没那么容易弄 没那么容易弄 对的 对的 你只要脱了拳头 一踱到手腕就已经完成了 好了 这两个配件都挺英俊的 德哥在做这些 我看看其他东西 嗯 德哥已经弄了 虽然我没有打算脱 他们的胎是脱得的 我想说 这样插完 那把东西 对的 那你会看到 本身的造型 就出来了 而且你能玩得这个 七海海 这个眼镜是必须的 而其实 这一千银 是挺好的 真的 就是放在这里 对的 很方便的 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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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多东西 应该收到 多爽 对的 那么就 作为七海海粉丝 基本上 这个玩法是绝对会 令到大家心动的 对的 本身它那个剧里面 是没有带的 没有眼镜 真的是这样吸来的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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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就是Style 这些就是型的 好了 埋齋点也要 看一看 这个黑闪的道具 这个是鬼火的 是咒 咒来的 对的 因为他们是好人来的 他就不是鬼了 是咒术 咒术师的 没错 刚才有个 英俊解释了给我们听 曾经是这个一日 发动黑闪 最多纪录的 咒术师 曾经 然后就被我们的主角 虎杖 这个打破了 打破了 他们之间的关系 不是对手来的 不是对手来的 不过大家都是咒术师 对付一些妖怪 没错 好看的 我有看小小小的 我看过到电影 到电影很好看的 这次也要说回 因为始终七海 上次那个女孩叫什么名字 野长眉 不是 上次那只 蝉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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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个 咒炎施 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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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因为 3ZERO这三个角色 虽然他也是很出名 暂时是唯一的选择 最近动画里面 七海的表现 是非常活跃的 当然如果有看漫画的 他都很白的 已经写了整年 怎样也好 为了悼念七海 我们稍后见 好